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草的上面会附着像面团一样的小生物 那它其实不是一只生物 它是一群生物 怎么说呢 它是我们在草原蛋看到的海兔所产的下一代 所以它一条一条是一个一个的软串联在一起的结构 第一个 草原蛋这个时间点 因为海藻的生长 所以它非常的滑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很好的穿着 那对于环境里面这些生物呢 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地善加对待 必须它们是这边的长期的住户 可是我们只是偶尔来这边看看它们 你必须要选择退潮的时间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非常非常适合 在退潮之后的大概前后一个小时 都是一个非常适合 关在草原蛋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